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会在杭州的西湖边呈现 各位如果去杭州看过那个大型的实景表演 就是张艺谋所导演的印象西湖的话 就会知道这场大秀就是在这一片湖面举办的 那是一片小小的内湖 然后有亭子 有桥 然后也有水 西湖水 反正那一块刚好又凹在那个西湖边 挺适合作为一个舞台的 而继上海之后 杭州也成为中国内地第二座举办香奈尔全球首秀的城市 当天晚上超模刘文就是在这场大秀上开场 他身穿Montex刺绣坊的礼服 这一件礼服就是以其精美的刺绣和传统工艺 吸引大量关注 刘文这次不仅担任开场模特 而且在大秀结束时也会担任B场模特 就在刘文一开场走出来的时候 有人就关注到了旁边的男朋友景博然 拿着手机正在拍摄他走秀的画面 另外还有好多明星都来到现场 新直垒穿着2025春夏高级成衣系列的刺绣外套 长裤以及沙斗篷 耳环 手链 腰链 黑色的高跟长靴 以及水晶刺绣的手带点缀其中 以独特的东方神韵 诠释狭义美学和香奈儿的高级质感 王一博身穿白色软泥的外套 里面搭配的是粉色绸缎的衬衫 整体造型优雅 然后胸前一串珍珠的项链 饰品格外引人注目 也是增添了一些亮点 还有豆镜桶也依然保持他独特的个性 白色外套给人温柔的感觉 而里面的内搭就非常的大胆 然后妆容是那种湿发的造型 整个造型看起来又复杂又有层次感 可以说在年末的西子湖盼的这场奢华品牌大秀上 明星们都纷纷以西湖作为背景 走上水上红毯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还有明星演员第二达斯文顿 这次也是专程飞到杭州出席这场盛大的秀 他一头金发红唇点缀气场全开 身穿厚重的长裙 既保暖又不失时尚感 拍照的时候的姿势也是既潇洒又霸气 而就在前两天Vogue杂志的台版12月刊的封面 就是第二达斯文顿身着香奈儿的服饰 在基隆街头的一些照片 完美地诠释了关于空灵 淡然和高级的香奈儿感觉 在这里说那么多 当然不是要为这个品牌来做广告 只不过是表达明星娱乐圈 大家都去参加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 据说网上还有直播 我杭州的朋友也都在看 之前有一个先导片 就是新之磊斗静同 还有第二达斯文顿一起出场 反正期待之都拉满 而杭州也的确这两天好多消息都从那传出来 因为昨天英国创作歌手艾德·史兰 就是黄老板 发文说就在明年的2月24号到3月2号 他将会独家在杭州线上六场演出 而且这是中国的唯一一战 另外就在当天黄老板杭州演唱会的发布现场 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的处长 黄处长说 Taylor Swift 就是每每很有可能明年也会到杭州来开演唱会 哇 不少的网友都表示太期待了 应该政策方面也有不少的利好消息释放出来 所以可以唱戒 而这边人没了 歌曲仍然留在我们的心头 台湾媒体报道 知名的音乐人 也就是珍珍的前夫刘家昌 12月2号在香港病逝 但是媒体求证刘家昌的大儿子 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应 然后香港的朋友 证实了这一消息 应该也解释了说 家人是希望比较低调的处理 而有人就称刘家昌在年初时 查出了是脑部以及肺部的肿瘤 但是呢 他又不愿意积极的治疗 所以家人对此也比较低调 不愿意公布去世的消息 刘家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也是一名导演 他曾经为众多的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收音机前的不少朋友 老华人一定听过他的歌 有邓丽君的《独上西楼》 珍妮的《誓言》 凤飞飞的《有真情有活力》 欧阳飞飞的《向往》等等 那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来重温一首老歌 也是刘家昌在1970年 给女歌手优雅创作的歌曲 《往事只能回味》 而这首歌曲之后 优雅也是大红大紫起来 接下来我们还是了解更多新鲜的 娱乐音乐资讯 2024年截止到目前 韩国的Google搜索量最多的 K-pop男IDOL TOP50的榜单出炉了 韩国的男明星 每见到一个都是尖叫的那种 前十名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车银优 还有金泰亨 V 全智龙 G-Dragon 田正国 这个我比较喜欢 明允骑 S-U-G-A 还有Zico 金硕珍 就是金 还有朴志明 G-敏 还有朴元彪 最后是太阳 这前十当中 你最喜欢谁呢 就在昨天晚上 张杰这位男歌手的专辑 《耀德音乐电影首映》里 在成都举行 今年是歌手张杰出道20周年 所以他在这张新专辑中 全程参与了词曲创作和制作 从川剧 茶馆 耗子等传统民族文化中 寻找创作灵感 而这次的这部音乐电影 时长有45分钟 融入了科幻动作等元素 张杰还请来了演员唐嫣 一起出演 这也是张杰和唐嫣 在综艺节目 我们的客栈之后 首次荧幕合作 专辑的名字叫耀德 这是普通话 但其实它是来自于四川话 就是姚帝 就是四川话意思就是好的 姚帝姚帝 而张杰也和现场的观众分享了 他生命中每一个姚帝的瞬间 而且有意思的就是专辑里面 很多有大量的四川元素 比如说四川话的台词 还有方言的rap什么的 其中 川唐峰是张杰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原型就是来自于成都的街巷 还有他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爷爷唱的川剧原声 把它放在了里面 提到音乐电影的制作初衷 张杰坦言 目前的生活状态很圆满 但也希望通过视觉和音乐的双重结合 带给大家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发布会的现场 张杰的父母来到现场 而张杰妈妈评价这部电影说 很高级 好安逸 这个话应该也要用四川话讲 好安逸 的确四川成都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安逸的很 拔实的很 好了 一起来听张杰所带来的这首新歌吧 来自他的专辑 《摇的》 这首歌曲叫《川唐峰》 歌曲过后 一起回来秀娱乐 穿越了诱惑着我的颜色 下着火 红了烟雾 风儿在诉说着他的难过 有人路过还被说成巧合 别羞涩让我来打开这磨合 舍不得快下笔才特别琢磨 越久和越想越让人难过 好折磨 它叫做 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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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风车走着 正有法如何 谁来管我 可我好执着 可我好执着 别说破 远路找寻者 宿有求恨过 别用黑白 越描越浑浊 越描越浑浊 吹散了 穿越过生活 調配的颜色 回到了 躲活的我 好折磨 情好有你当着不那么忐忑 诚实地说让我有了撞落 别羞涩让我来打开这磨合 舍不得快下笔才特别做梦 越求和越想越让人难过 好折磨 他叫做 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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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风车走着 正有法如何 谁来管我 可我好执着 可我好执着 别说破 远路找寻者 宿有求恨过 别用黑白 越描越浑浊 越描越浑浊 吹散了 用白衡浑浑浅 比刘入侧 九颜语 蓝白 我的真身Better 我的真身Hetter 我的真身Better Be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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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and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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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and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 我的真身BetterBetterBetterBestandBetter 我的人生Better 我的人生Hetter 我的人生Better 我的人生Better BetterFest and Better 有天來賣傳統 但還是要有點 好手 誰懂 還是倒不足 八卦天天有 娛樂天天秀 圈裡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們聽不夠 歡迎收聽娛樂秀 歌曲過後繼續回來 鎖定我們的頻率 AM1450美國中文電台 我是主持人小方 繼續笑娛樂 來關注即將要播出的一部新片 就是動作犯罪電影 烈人克萊文 最近釋放出了超長的原片片段 片段中克萊文好像漫威殺神降臨 單挑黑幫獸牙 索命刀刀飆雪 還有在冰原上 上演了人體 飄移絲滑跑酷 總之有那種非常硬核的 暴力美雪 這部電影 烈人克萊文是由美國哥倫比亞 影片公司出品 漫威影業聯合出品 馬特霍洛維 阿特馬庫姆 即港鐵俠大黃蜂之後 再度合作 聯手理查德溫克 共同編劇 亚倫泰勒約翰遜領銜主演 羅素克勞 還有阿里亞娜 德伯斯 克里斯托弗阿波特 亞利桑德羅尼沃拉等 實力派演員聯媚出演 影片將在12月14號 在北美還有中國內地同步上映 另外就是電影招魂4的男主演 帕特里克威爾森 宣布終於殺青了 和這個十多年的經典角色 要徹底告別了 而她的螢幕搭檔 招魂4的女主演 就是維拉法米嘉 也發文留念 並且向威爾森深情告白說 這對虛假婚姻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電影招魂系列始於2013年 主角洛林沃倫 擁有窺見靈體的能力 而丈夫艾德沃倫是天主教會 唯一認可的驅魔師 於是這對驅魔人夫婦直面惡靈 解決了一件又一件恐怖的靈異世界 電影招魂4是由瘟子人監製 系列第三部導演 麥爾斯查威斯來指導 沃倫夫婦 維拉法米嘉 帕特里克威爾森回歸 另外還有本哈迪 米亞湯姆林等出演 目前定檔是明年9月5號 在美國上映 娛樂秀繼續來關注北美的電影圈消息 有報道說 斯特林、K·布朗、瑞塔歐拉 還有約翰金這些演員 將會出演一部 戰神金剛的真人電影 羅森馬歇爾·瑟柏 將根據他與艾倫山曼 共同撰寫的劇本來指導 而此前也已經宣布過 亨利·卡維爾 以及丹尼爾·奎恩托伊 將一同出演 但是目前角色和劇情 還都沒有曝光 戰神金剛 是來自日本動畫 百獸王 與機甲艦隊 達萊卡XV 發展出的一個獨立的系列作品 叫《戰神金剛宇宙的保護神》 故事的主角是五個年輕的飛行員 他們駕駛黑、紅、黃、綠、藍、五頭、機器、獅 然後舞獅合體之後 就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機器人百獸王 在法拉公主的帶領下 英雄們將展開對邪惡加爾拉王國的反擊 有點像我們以前小時候玩的 那些機甲獸人一樣的 按照計劃 《戰神金剛》 將於年內在澳大利亞開拍 另外 《卷西》 就是傑西·艾森伯格的第三部導演的長篇 已經確定 是一部未定名的音樂喜劇 朱利安·摩爾和保羅及亞馬提將出演 即《卷西》導演的處女作《當你拯救完世界之後》 這也是她和摩爾再度重聚 這部新片講述的是一位哀人女子 意外地被選中要出演一部本地原創音樂劇的故事 而她在一位一直堅強神秘莫測的導演的指導下 慢慢地沉迷在這個角色中 甚至有些融入過了頭 而且同時她也迷失在了這個社區戲劇所製作的高風險世界裡 還有一個新消息是Netflix最成功的電影系列之一 《福爾蒙斯小姐》正在籌備第三部 由菲利普·巴蘭蒂尼來指導 小十一米利·波比·布朗將會回歸 而這也可能是她會完成《怪奇物語》之後的下一個項目 系列的前兩部是2020年和2022年推出的 講述伊諾拉·福爾摩斯追隨她的哥哥夏洛克·福爾摩斯的腳步 在倫敦各地破獲謎團的故事 不過新一部的這個劇情的細節目前還不清楚 據接近該項目的業內人士表示 巴蘭蒂尼的方案之所以能夠贏得高管和製片人的青睞 是因為它更黑暗 故事情節偏向老派 她還說這個導演為該系列電影提出的方案 就像哈里波特與阿茲卡般的囚徒 為哈里波特系列電影提出的方案一樣 後者就是比以前兩部電影更黑暗的基調而聞名 所以你看靈感可以天馬行空 隨時都可以迸發 但是要真正地落到實處 提出的方案就要更具體更細緻 更能夠讓領導接受和滿意 在這也希望各位能夠心想事成哦 好了這裡是娛樂秀 我是蕭芳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最後讓我們沉浸在優雅的老歌曲當中吧 See you 就是 Hold kolaz 好 �美 這就是審分夜夜 是皇一世永不悔 是縱那彙未 一同年是竹馬其 esos 雲 Pink 凉宵才如烟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味 你今夜变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想依偎 时光一世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一同年始竹马青梅 凉宵才如烟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味 你今夜变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想依偎 你今夜变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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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夜变了心碎 你今夜变了心碎 你就要变了心 你今夜变了心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